我跟你们说什么 今天呢 这也是这个绝绝机 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为什么怎么好用呢 你看我 买了两个了 一个人家送给我 后来我自己又买了一个 这个是朋友的 这个自己买的 就是这样 很简单 为什么跟你们这样说呢 因为我做了十次 发觉我的鱼房有点软 软呢 我要怎么租呢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鱼房软呢 或者皮肤软呢 皮肤 你看我很多发觉 OK 帮助到我们 很解释给你看到 最后了 怎么做呢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 当我们给问题叮咚的时候 因为我试过有些鱼房很软 很软 然后呢 我就立刻 搁上这个鱼房 这个鱼房 就了这个鱼房 这样的鱼房 搁了之后 这样按住鱼房 来来它 OK 如果鱼房软呢 停了先 因为 如果鱼房软的时候 鱼房软到前边 你看 鱼房软一点 鱼房软一点 等它 开到最大 这样 拉不到 锯到前边 没关系 这样就切掉 切掉一下 为什么这样好鱼呢 它鱼房软的时候呢 里面呢 你不知道 因为我从小到大做小 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鱼房很鱼 所以,如果你几个蚊子叮到,譬如说,我几个蚊子叮到这里了,我要怎么做呢? 因为,我可以跟你们说,如果几个蚊叮到跟屎,差不多几个月,两个月都几个蚊叮到这个地方,三个包包 然后,如果几个蚊叮到,肯硬肯硬,没办法自,稳住以后,你把这里一支针,做一支针,OK,一支针来的,其他咬到那个地方,跳跳跳,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撕撕撕撕撕,撕撕撕撕,撕到它的水就出来,譬如说,撕到它的水就出来了之后, 因为,因为因为糙叉更稳住,它有 puntos力,要 sec 政费就出去的 刺肯硬肯硬肯硬但是,你跟 ii 尸 皮肤不小心刺刺很难拉出来 没关系 关你不刺 关你很容易拉出来 因为我们皮肤软的时候 可能刺哎呀哎呀很难拉出来 没关系 你就停了 停了先 然后才拉出来 为什么我教你呢 因为我的心得 如果不是这样 可能你不会用 好了 顺便提醒你们 为什么我们用针来挑到它尿血呢 血来说呢就是一种毒液来的 所以当你撕到它的毒液 就要咬也好 稳住叮豆也好 所以最重要是撕到它的血液走出来 然后就拿这个冰块 这个冰块呢 这次那种白货公司 有得买 玩得很方便的 你直接看这种冰块 你撕了之后呢 又要冰冰煮它 哇 你试一下 我不用说 你试一下那种烧锅 直接煮吧 OK OK 我就出来捡你了 拜拜